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刚刚在马来西亚 发布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小改款 这一次呢 配备有成绩 而且外观设计我觉得变得更帅 如果喜欢这辆车的话 记得看下去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啊 那么这次 Honda City Hatchback 小改款呢 它有五个车型可以选择 原本的这个 V 线车型呢 被这个 RS 的 Petrol 车型取代 也就是讲现在有两个 RS 车型可以选择 就是 Petrol 跟着一个 RS eH EV 这下的车型一模一样就是 SE 跟 V 而且这次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全车系都配备了 Honda Sensing 就算你买到最入门的 X 版本呢 它也是有 Honda Sensing 包含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还有这一个呢 ACC 这个功能我觉得最重要啦 另外如果你是买到最顶配的 RS eH EV 版本呢 它还会给你这个 Stop and Go 的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升级点就是这个东西 Honda Connect 目前呢 Honda City Hatchback Face Slim 呢 全车系都支援这个功能 你可以通过这个 Honda Connect 来启动车辆 然后检查这个车辆的信息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 Honda Connect 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 我本来就是很喜欢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 这一次小改款之后呢 我更加喜欢它的外观设计 因为它进行了一些优化 这个跟我之前在泰国看到的车型是一样的 它这边采用了一个全新设计的风潮式水箱护罩 然后配一个 Piano Black 还有下面这个下保险杆的设计 它是有一个进气格栅的设计 然后是 Carbon Fiber 的 所以整辆车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的有运动感的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 就算是我34 岁的一个 Uncle 呢 我看到这个外观设计 我其实还是会忍不住为它点赞 那么 LED 的头灯组部分呢 自然是有的 而且是全 LED 包括雾灯组都是 LED 那么它的车身持慢呢 其实跟这个小改款前差异不大 它的轴距一样是 2600mm 你如果以空间表现来讲呢 目前马来西亚在卖的 B Segment Hatchback 里面 它的空间表现是最大的 可能 Honda 马来西亚都知道 大家都认为呢 黑色是比较 Sporty 的 所以在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小改款上面呢 这个轮圈变成了一个亮黑色的设计 其实整体的感觉是真的很出色一下了 然后配上这个不管是红色还是白色的车体 这个多吨的层线让它都很有层次感 它配戴的轮胎尺寸呢是 1855 R16 以后你要更换轮胎的时候 其实这个轮胎的费用并不会太贵啦 那么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车尾设计呢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车尾的设计 很有那种小钢炮的感觉 然后我最喜欢的点自然就是这个 3D LED 的微灯珠 然后这次 RS 车型的小改款呢 它们也改进了这个下面这个扰流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计是真的很夸张一下啦 而且同样的也是有这个 Carbon Fiber 来做点缀 所以整体的视觉效果很年轻 很运动化 这个是我对它的看法 我只是觉得这个 Spoiler 稍微有一点小 这个 Spoiler 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看 然后打开这个尾箱的空间 这个尾箱的空间基本上就是这个 Hatchback 里面 比较大的空间表现 虽然很多人认为 Hatchback 空间小 但是我觉得这个空间对于一些小家庭来讲 是足够使用的 然后重点是这个椅子设计呢 它是一个 Ultra Seat 你可以有六四分一椅背倾倒 你可以有这个高模式来给你在花盆或者比较高的物品 甚至如果是讲你想在车里面睡觉的话 这个椅子可以做一个直接倒屏的设计让你躺在车里面 所以 Honda 的空间表现 还有它的空间应用程度 真的是灵活到一个程度 在小改款车型的引擎部分呢 同样也是两个引擎选项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1.5 公升的 EHEV 引擎 先讲自然进行引擎 自然进行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风质力力表现 145 Nm 然后它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 如果是讲以一般使用来讲 这个 1.5 的自然进行引擎动力表现我觉得还蛮足够的啦 官方表示它的 0-100 加速大概在 10.5 秒左右 这样的加速表现在同级的车款里面已经是很强了 那么它的 RX 1 H EV 车型动力表现会更加出色 它的动力表现最大马力是 109 PS 可是风质力力表现有 253 Nm 这个扭力输出呢基本上跟这个 D Segment 的车款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官方表示它的 0-100 加速 9.9 秒 如果是讲在飞行人的 hatchback 里面呢 9.9 秒的加速表现也很不错啊 而且重点是 RX 1 H EV 除了动力强之外 它的油耗也很节省 我自己曾经试过一个满缸的燃油行驶 900 多公里 所以想象一下有力又省油就是它的代名词 最后就是还有一个知识点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欧洲贩售的这个 Honda 车款呢 混合动力引擎部分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讲呢我们是拿到跟欧洲最先进的 Engine 还有其实日本也是用着这个 Engine 内装设计的部分只是做了一点点的小幅度修改 跟大家熟悉的 Honda City 是一样的 不过咯有几点我要称赞 首先就是这个冷气的温度调节这边呢 它有做了一点点的调节就是讲 你在降低温度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灯圈会变蓝 提高温度的时候它会变红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啊 然后中间这个触屏主机乍看之下它的设计是一样的 可是它里面的分辨率高很多 视觉效果清晰很多 而且它支援这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只要 RS 的版本就有无线的 CarPlay 如果是 E 版本跟 V 版本的 同样的它就是也是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只是必须连接 cable 啦 然后这款车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它的这个置物空间表现 它的置物空间表现真的是无丑不在 这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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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 而且 RS EHEV 的版本还会有这个电子手刹车 RS 版本也会有这个半数位化仪表 其它的版本则是这个指针仪表 加这个 4.2 寸的 TFT 彩色荧幕 然后整体的坐姿表现 我的身高是 180 亿 你可以看到我坐在这辆车上面 其实算是舒服的 它的座椅支撑性基本上是包裹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弧线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 Honda City 在 V-Segment 的车款里面做到最好的 像是 Vios 啊 像是 Almera 啊 我觉得它的椅子都没有那么舒服 尤其是 Almera 的椅子会偏小一点 但是这个 City 的椅子我真是真的做到舒服的 所以要给它一个赞 那么剩下的细节部分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全车系都有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然后顶级的版本还有 8 个扬声器 实际上它的扬声器效果也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内装设计大家会打击分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啦 如果在 V-Segment Hatchback 的这个后座空间啊 包括这个 Iris 包括 Myvi 包括 Yaris 包括 208 包括其他的车里面 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空间表现是最大的 这是无可争议的地方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后座空间表现蛮适合一个小家庭使用的啦 然后它除了这个头部比较压迫一点点之外呢 剩下的空间表现基本上没有办法挑剔哦 甚至是这个脚部空间 你看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那个拳头的位置已经多到没有办法去算了 后面冷气出风孔是一定有的 然后下面这个 USB 有升级 所以在小盖款之前呢它是普通的 USB 现在升级成的两个 USB Type-C 充电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呢这个 Ultra Seat 就是有一个很灵活的空间表现 今天你要在长的物品的话 你可以把它倒屏 倒屏之后 它这边是全屏的哦 所以这个空间的灵活性是真的很好的 如果是长间你有花盆什么你要在的话 塞不下 其实它是可以的哦 就是讲 你把这个椅子拿起来 稍微折一下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很高的这个 置物空间表现给你 放花瓶啊或者放其他高的东西都不用用 甚至讲如果是你平常在外面 因为你想躺在车里面小微睡一觉觉哦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 Relax 模式 就是讲你整个人可以把一只刀平躺在里面 它变成一个简易的床 这一点就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魅力所在 我自己很喜欢这辆车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它的空间表现 因为之前我曾经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那时候我载我的脚踏车去修理 我可以把我的脚踏车整个塞进这个车里面的空间表现 反正是我现在的 HRB 还做不到 HRB 我必须把后面刀平我才可以塞 但是 City Hatchback 我只需要把这个椅子折起来就可以塞进来了 所以你讲 City Hatchback 的这个空间表现是不是很强 那么 Honda City Hatchback 小改款呢 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 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展厅 看车 试车 定义车 那么大家对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Frage Let'see 我觉得 Straight 转发 向内neg